對 然後這隻腳也可以放在這個上面 真的假的 真的 欸 感覺有潛力 好難喔 好難喔 可以啦 對 等一下 好痛喔 妳怎麼了 等一下 欸 痛了什麼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麻煩了 今天的影片開始 早安 今天是做什麼 今天是Maria的試練系列 要考驗的是妳的舞蹈能力 舞蹈能力 還需要考驗嗎 我記得我媽媽是學四歲 還是六歲忘記了 就是反正很早就開始學舞蹈 所以 需要考驗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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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我學這個嗎 確定耶 確定耶 確定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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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剛剛覺得 你有一些神韻做的還不錯 對 我覺得你學應該很快 我不管你之前跳過什麼舞蹤 但你選擇了一個 最難最難的舞風 就是PD舞 老師是跳這個舞多久了 17年 是不是從國中就開始跳了 我沒有什麼看過女生跳的 沒有 現在超多女生跳的 真的喔 以前大家都會覺得 PD舞是男生的專屬 可是現在有很多的女生 她會覺得她喜歡弄 酷酷帥帥的 所以她們就會去學了PD舞 哇 好厲害喔 可是因為我的印象中 這種舞是需要手啊什麼力氣 我特別沒有力氣 是可以做到的嗎 可以 其實我們PD舞她不單只是靠力氣 她跟其他舞風一樣 她很吃協調 妳哪一個地方要出力 哪一個地方要伴隨她一起出力 協調對了 力氣就不是問題 怎麼聽起來很難 可以啦 老師知道我不會運動嗎 啊 我不太會跑步 就是 那妳走吧 蛤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剛剛看老師的那個動作 應該很難吧 要學很久吧 如果一個旋轉動作就要學比較久 一個招式可能就要練三個月起跳 對 我本來是想要停住的動作 但是好像蠻難的 不會不會 我一定會讓妳學會一招 然後妳才能離開 那如果你不能離開就是因為妳沒有學會 好 我努力 我們先約定一件事情好不好 就是如果等一下學起來了 我隨機找個學生跟你挑戰 等一下等一下 他們很遜啦 幾個小時就學會的東西嗎 可以可以 我相信妳的姿子 我剛剛看的影片 還可以 就是組裝一下練習一下可以騙吃騙喝 好 那我努力騙看看 妳也會策班嗎 是妳以前 對對對 會的東西 我會 我一定會 但我不知道現在會不會 可以 這是第一招 這個等一下我們當開場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一招 第一個我們先PT5的搖滾步 它的口訣就是 右腳踢左腳踩 左腳踢右腳踩 應該學很快 好 那如果可以的時候 我們就加上手 1 2 5 6 7 GO 右腳踢左腳踩 左腳踢右腳踩 那我們再嘗試加一個比較難一點的 右腳踢 左腳踢 左腳踩 好 我們再一次 5 6 7 GO 右腳踢左腳踢踩 欸 不錯欸 妳有姿子 真的喔 對 很多人會自覺錯亂 然後就跳錯了 真的嗎 對 這裡是最難的 左腳踩完之後 左腳馬上往前踢 左腳踢 右腳踢 右腳踩 那我們右邊接到左邊 這一關會卡關 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協調在哪裡了 5 6 7 GO 右 左 左 左 右 欸 有欸 不錯欸 瑪莉亞畢業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接到我們的地板動作了 這個叫做六步 第一步的時候 我們的左腳會勾在右腳那一側 右腳往後 2 3 回到後面 接下來是左手的位置 就是右腳要放 4 好 5 再放後面 回來 6 回來原點 對 所以這次六步 這次學PD5的一個入門 最需要學的一個步法 那我們一起試一次 5 6 7 GO 1 2 3 4 5 6 欸 不錯欸 剛六步排完之後 接下來會教一個動作 叫做CZ 右腳伸出來 然後我們的大腿跟大腿夾住 左手的時候 我們就輔助讓腳 鞋子秀出來 對對對 好 阿 再回來 1 and 2 3 and 4 欸 有點快欸 欸 等一下 瑪莉亞一定是要來拍這一集的時候 在家裡一定偷偷看了很多影片 你確定你沒有偷練 沒有 很久沒有練舞的感覺 我覺得滿好玩的 但目前沒有那麼困擾 好像真的舞蹈滿甜粉的 現在我要開始教最後的定點Freeze 你看那種對到音樂的時候 會停下來一個動作 我當然那個 對 它要正頭 然後我們的手 會輔助在頭的旁邊 就一個三角形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對前面膜拜吧 等一下上去的時候 這隻腳先上 這腳先上 然後再上 我們的手 就會到這裡 這隻手就會到這裡 很像一隻青蛙這樣子 一隻腳可以先上 這樣 對對對 它不行就只會掉下來了 對 然後這隻腳也可以放在這個上面 真的假的 真的 欸 感覺有潛力 我覺得頭頂確實會比較難一點 頭頂很難欸 還是我們換成ice ice 那因為有時候教學生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難記 所以ice有時候我都會把他說 愛死你 愛死你 他沒有 他沒有啊 那我們右手很簡單 我們就放在 我們的這個腹肌的位置上 他要撐著身體喔 然後手會在旁邊 頭會在這裡 所以他這裡會有一個三角形 那我們這個撐的時候 往下放 然後也會撐住著身體 對對對 然後頭再往前一點點 這樣子 你有發現他有撐到身體了嗎 有耶 接下來我們把膝蓋往後退一點點 快放在手上 然後這隻腳膝蓋抬起來 沒錯沒錯 好難喔 好難喔 可以啦 可以啦 對 啊 喔 等一下 好痛喔 你怎麼了 等一下 欸你痛了什麼 你再換成這樣 好痛喔 哪裡 欸你要不要幫他拿冰塊一下 你騙我 我是可以換動作嗎 你騙我 沒有沒有 真的覺得這個太難了 我覺得你做得到 你再多四個幾次你就做得到了 要突破自己 再給你一點時間 好 大家比賽來到白熱化階段了 那學習完之後要有一個驗收嘛 所以我們就找了兩個可愛的小朋友 不可愛 他們很遜 沒有氣勢 你一定可以贏 比賽規則很簡單 我們後面的觀眾們 就是評審 應該要給誰贏 知道了吼 我沒有賄賂你們喔 我要不要先去買糖果 然後畫給他們 不會啊 我相信我們一定會贏的 比賽前嘛 要有一個 Jara 來 瑪莉亞 你有什麼話想對他們講 蛤 我的隊友在哪裡啊 在這裡啊 我跳的時候你們還沒吃 我們不是小朋友好不好 蛤 真的嗎 不然你是老人喔 你老人是這樣的 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囉 你先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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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走 這是他剛剛學的 你知道嗎 他學了幾秒鐘而已 1 2 5 他只是小妹妹而已 他只是小妹妹而已 WOW 厲害 WOW 奇怪 太好了 太好了 厲害了 好厲害 我們剛剛的瑪莉亞姐姐跳得怎麼樣 瑪莉亞姐姐跳得怎麼樣 瑪莉亞姐姐跳得怎麼樣 比賽是誰贏的呢 美根都要比 哪邊贏 蛤 那個人家 妹妹剛剛很不願意耶 你確定是我們贏嗎 真的嗎 可以嗎 真的嗎 老師沒有逼你對不對 有嗎 有嗎 沒有嗎 沒有 謝謝你 但我真的覺得今天的這個挑戰很有意義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就是我們竹孟子還是歡迎你 如果你覺得你想來嘎爾 我們隨時歡迎你 對 我突然想嘎爾 欸唷唷 忘了 你直接走下來 然後過來 去那給我出來 對 然後 欸 你準備好耶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我真的 能量用完了 今天真的很特別耶 長大之後 學習新的東西真的很少 旁邊有這麼多小朋友的機會也很少 獲得滿滿的能力 跟付出很大的能量 我覺得滿有趣的 然後 我的手臂長這樣 我沒有任何肌肉 所以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不要學BREAKING 今天 沒想到 我其實也可以做到一些動作 我覺得滿有成就感 滿特別的經驗 但是真的有勇氣 誰都可以做到各種事情 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要挑戰更多的東西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讚 訂閱 還有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 喜歡 想看我挑到什麼也可以 留言 那大家下次見 掰掰 愛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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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熱身 熱身 太努力 什麼 中醫效果嗎 我真的很痛 不要哭 我真的滴了 我不是說 好 我真的特別想對